各位小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圣经乐园Bible Garden 我是猫猫姐姐 我是猫猫 猫猫姐姐,我跟你说哦 前几天我感冒了,一直咳嗽流鼻水 本来我还很担心感冒一直没有好的花 会不会影响到今天的录影 好险妈妈带我去看医生 吃了药以后,我马上就好了 都没咳嗽,也不再流鼻水了耶 哇,太棒了 猫猫看起来真的精神很好 不像有生病的样子哦 这个医生很厉害呢 我小朋友还有猫猫 我也认识一位很厉害很厉害的医生哦 哦,是谁啊 猫猫姐姐,赶快告诉我 让我也能认识这位厉害的医生吧 好,就是 耶稣 耶稣是能力超强的医生哦 他不只有能力医治人的身体 还能医治心里生病的人 今天的故事 耶稣医治病人 就要来跟小朋友分享 耶稣如何使一个生病很久 已经失去希望的人得到恢复的故事 哇,真的吗 谁是那位幸运儿得到耶稣的医治呢 小朋友们,准备好了吗 眼睛看过来 耳朵靠过来 孟孟姐姐要讲故事咯 后一次故事说到 耶稣受死了以后 在旷野待了四十天 不只跟上帝更加的亲密 也胜过了魔鬼的事态 圣灵就大大的充满耶稣 使他能够 医病赶贵行神机 有一天 耶稣带着门徒 走到了耶路撒冷城 城里有一个叫做 避世大的水池 那里聚集了很多 瞎眼的、无法行走、瘸腿的等等 各式各样的病人 为什么病人要聚在那边 不去看医生啊 还是那边有很厉害的医生吗 那是因为啊 在这里有一个传说哦 就是天使会下到避世大水池 搅动池水 只要有人先下去 无论什么样的疾病 都可以得着痊愈哦 哇 这么神奇 但是有人先下去的意思是 名额有限吗 那一定有很多人都要抢着下去耶 嗯 这样的话 只要慢了一步 得到痊愈的机会 就会被别人抢走了吗 对啊 在池边就有一个人 总是晚大家一步 没机会恢复身体的健康 他就这样生病了38年 不是一年 不是十年 是38年哦 他就这样病了很久很久 最后身体都已经瘫痪了 啊 他在那里 待了38年哦 他待了这么久 都没有人帮他吗 还是大家去那里 都希望自己的身体先痊愈 所以没有人想帮他呢 对啊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只是瘫坐在十字旁 看着别人从水池里面出来 开心痊愈的样子 哦 他心里一定很难过 他只能这样一直坐在那边 先看别人被医治吗 先希望有奇迹会发生 嘿 猫猫 你还记得故事一开始 说到耶稣和门徒 来到耶路撒冷城吗 就在这个时候 刚好经过池子的耶稣 看到了这一位贪子 直到他病了很久 就问他说 你 要痊愈吗 不过这位病人 并不知道跟他说话的是谁 所以他就回答耶稣 先生 水洞的时候 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 我正要去的时候 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 毕竟等着这么久 自己抢不到机会就算了 身旁也没有人愿意伸手 来帮助我 他的回答听起来好无奈哦 哦 不过孟孟姐姐 你刚刚有说 耶稣是超级厉害的医生 那他也可以医治 病了三十八年的人吗 当然咯 猫猫 没有任何病是难倒耶稣的 耶稣看着摊子 就怜悯他跟他说 起来 拿你的褥子走罢 这时候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那个人当下得着了医治 就真的拿起褥子起来走了 哇 连褥子都不用下去 就痊愈了吗 耶稣果然是大有能力 最厉害的医生 那个被医治的人 一定超级开心的吧 嗯 对啊 后来耶稣在圣殿里面 又再次遇见了那个人 就对他说 你已经痊愈了 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得更加厉害 咦 孟孟姐姐 为什么耶稣要跟他说这些话 是因为他犯罪 所以才得了这么严重的病吗 嗯 不是不是不是 那是因为耶稣很关心这个摊子的未来 要他努力过健康的生活 如果再犯罪 会带来更不好的后果 孟孟 小朋友 耶稣希望我们所有的人都明白 得到康复是上帝的恩典 而且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小心 远离一切的罪恶 哦 原来如此 耶稣给这位摊子 还有我们一个好大的提醒哦 而且耶稣不只医治生病 没有盼望的人 还非常在乎他们之后的生活耶 对啊 耶稣行在摊子身上的神迹 也一样可以行在所有人身上哦 他不仅要医好人们身体的疾病 更要医治我们心灵深处受伤的地方 所以当我们遇到困难 作者或是心里面觉得好受伤 好难过的时候 都可以向耶稣祷告 求他来医治我们 对对对 因为耶稣是最厉害 最有能力的医生 不管是什么样的病痛 他都一定可以医治 没错 因为上帝了解我们处在什么样的情况 所以妈妈和小朋友 不要让他人或环境使我们失去盼望 我们一起依靠上帝有一个喜乐的心 有这么了解我的上帝 我都不用担心害怕了 嗯 最后小朋友 我们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语吧 好呀 大家也别错过 读完经句以后 还有好玩的手作时间哦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经文 是在菲利比书四章十三节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这下个